今天5号24节气当中的金质也意味着天气转暖 的确大家也都感受到了从周二延续到了周日的温暖好天气 不过中央气象鼠表示周三将会有封面通过 以及大陆冷气团南下 接下来天气又会是如何的变化 我们请记者方言告诉大家 5日为24节气中的金质 确实周二延续周日起的温暖好天气 意味着天气转暖 不过中央气象鼠表示 这周天气犹如三温暖的起伏 因为周三将有封面通过及大陆冷气团南下 华东周三下半天温度将下滑并有短暂阵雨 3月5号的温度其实相对的来说是这一周比较高的情形 然后3月6号开始 大概在中午前或是下半天的时候 整个东北风就下来了 然后这一波的东北风会影响蛮长一个时间 它会从6号、7号、8号、9号 一直都受到这一波的东北风的影响 目前看起来这一波的东北风 可能会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一个等级 所以温度会下降的蛮低的 尤其到清晨 早晚清晨的时候 可能温度会相对的来说 在花莲这地方大概会到12、3度的情形 或是14度的一个情形 然后如果还有一些晴空辐射的时候 可能温度会更低 那看起来要到10号的时候 这一波东北风才会减弱 温度才会开始慢慢回升 所以这一周其实就是头尾天气会好一点点 然后中间6、7、8、9 大概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天气 温度会比较低 然后华南云、雨带又是东移 所以整个在花莲这个地方 云封面是相对来说天气是比较不好的 是一个湿冷的天气 气象鼠指出 预计周四、周五是这波冷气团最强时段 滑洞最低温将来到13度 预计全台阴雨绵绵 直到周六周日冷气团逐渐减弱 气温才会回升 目前持续进入初春 天气多变 提醒民众这周天气变化大 注意保暖和身体状况 记者长包业火灵师报导